赛罗爸爸 赛罗爸爸 我回来了 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呀 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 我今天考试得了一百分一 小伙伴都给了我好多鲜花 哎呦 我的天呐 你是谁 哪里来的怪物 怎么在我家房间里 你把我的赛罗爸爸弄到哪里去了 小赛罗 你别害怕 我是你的赛罗爸爸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只是中了黑暗魔法 才会变成这样的 只要得到爱和能量 就能恢复原样了 你这个怪物还想来欺骗我 我的赛罗爸爸 才不会是你这样的怪物呢 你赶紧离开我家 我现在就去找人来收拾你 不好了救命呀 有怪兽入侵我的家 蛤蜊乔妈妈 赛文爷爷 你们赶紧出来 就在小赛罗拼命奔跑的时候 赛文开着警车 巡逻来到了家门口 看着小赛罗被一只三头怪追着跑 赛文冲上去就把怪兽给打倒了 你这个哪里来的怪物 你居然赶来我们家欺负小赛罗 太无法无天了 小赛罗别害怕爷爷会保护你的 赛文老爸 你别打我了 我是赛罗啊 你仔细看看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 你这个三头怪居然还想冒充我的儿子赛罗 你真是太笨了吧 我的儿子可是奥特大英雄 小赛罗你有没有受伤啊 你有见过你的爸爸吗 赛文爷爷他没有欺负我 可是他的样子真的太奇怪了 他的衣服和赛罗爸爸一模一样 就连声音都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小赛罗你先不要着急 我先来审问下这个怪物到底是什么来头 你到底是谁 把我的儿子藏到哪里去了 赶紧老实交代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哎呦 为你们仔细看看 我真的是赛罗奥特曼 我和迪家一起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偷袭中了黑暗病毒 我突然长出了三个脑袋 为了不吓到别人才会躲在房间里 只要你们帮我找回失去的光明能量 我就能恢复了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信任你说的话 这样吧 小赛罗我在这里守着他 你赶紧去迪家的家里问问看是不是像他说的这样 我等你的消息 好的 赛文爷爷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过去问问看具体的情况 小赛罗接到任务后立刻转身就朝迪家的家里跑了过去 远远的就看到了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 仔细一看原来是奥夫医生正在给迪家治疗 迪家叔叔听说你们被怪兽偷袭还中毒了 我的爸爸真的变成三头怪物了吗 小赛罗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被怪物偷袭全军覆没了 只有我依靠仅存的能量控制住体内的病毒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的赛罗爸爸难道真的就是个怪物了吗 该怎样才能让他恢复正常 迪家你不要着急 你体内的病毒已经完全被取散了 现在只需要好好休养就好了 小赛罗你和我一起上车 我们过去看看你爸爸的具体情况吧 赶紧走吧 小赛罗和奥夫医生开着救护车就来到了他们家门口 赛文这就是赛罗没错了 他们体内的病毒现在蔓延的越来越快了 需要及时控制才行 奥夫医生求求你赶紧想办法帮帮我的爸爸吧 他的样子看起来好可怜呀 我不能放弃他 赛罗你要坚持住啊 千万不要放弃 我们都不会放弃你的 肯定会有办法能把你治好的 你们说的没错 大家都不会抛弃赛罗这个光之巨人的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 小赛罗你们可以一起呼唤相信光的小伙伴们 只要有了他们的支持 就可以驱散病毒恢复光明 如果没人伸出援助之手 那他就会永远变成这样无法恢复了 这样真的可以吗 赛罗爸爸曾经帮助了那么多的小伙伴 大家都一定会记得他的 我相信赛罗爸爸一定能够恢复正常的 小赛罗和他的爷爷一起跳起了科目三舞岛 想要拯救赛罗 没想到他们的努力真的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认可 赛罗身上散发出来爱的光芒 没一会儿他真的恢复了光明 我刚才就像是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谢谢你们不放弃 我还想办法拯救了我 赛罗爸爸这一切 总是所有相信光的小伙伴们的功劳 使大家的努力才会换来这样的结果 我们之后